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对Experiment 8.22 的答案 就是在试书中的151页 刚才你也看到了,其实那条Fuse 里面是一条很有金属线来的 所以,There is a thin metal wire inside the fuse 我们用的Fuse 基本上的 melting point 是很低的 简单来说就是,电流基本上是比较小 但是,它已经是可以冻到Fuse 的了 所以,Fuse 是比较容易断的 好,那刚才也做了这个实验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就是Fuse 的 symbol 同时,Resistant 就没有穿过去 Fuse 的符号就有穿过去 好了,那刚才我们也做了 就是说,当我们开了Part Supply 的时候 那个灯蛋就会越来越光 但是,就会突然间关掉的,是不是? 好了,那接着呢,我们关掉它的时候 接着就要remove了Fuse 的话 接着呢,你就会看到 那个Wire 呢 是inside the fuse 就会 broken 了 这样,ok? 但是呢,我们刚才也会做完 就是说,如果我拿走Fuse 之后 再拨过那个灯蛋的话 那那个灯蛋是不是真的烧了呢? 原来就不是的,可以不可以? 那灯蛋没有烧到的 那灯蛋呢,是still light up 仍然是会亮的,这样的,可以不可以? 好了,那其实整个过程里面 Fuse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所以呢,其实我们就看回书里面的152页 那Fuse 其实作用是用来 Breaking the circuit 即是说呢,是断了那个电路 好了,如果那个电流是很大的话 这样可以? 好了,那如果那个电流是太大的话呢? 好了,那那那条Fuse 里面那条Wire 就会很热,而且是会溶解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叫Fuse Blows 那简单来说,就叫Seal Fuse 了,这样 好了,那这个Circuit就变成Open Circuit 那Current就会stop,这样 那其实这个Circuit就会prevent到什么? prevent到它里面那些零件 就会overheating,这样 就会做到这个效果的了,明白吗? 好了,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个topic 主要就是讲这一样东西 那下面呢,有一个Terms 就叫做Fuse Rating,这样 那条Fuse,它多少 或者是多少NP才会断呢? 那这个就是Fuse Rating 譬如说,它全部搜索在我们的插头里面 或者是在Fuse上面 有大有小,视乎电流你需要用的是大还是小 OK? 譬如我们普通家用的插数呢 就会13A的,这样 那当然有些就会小一点 那这个就是Fuse Rating 那大家看看有没有东西想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